好 各位球迷 广站的教练员 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反手的打法 就是说我们在反手在进攻的时候有几种 第一种是台内的拧拉 第二种是拉起来 第三种是弹击 第四种是快撕 这四种都是我们反手的进攻技术 今天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最常用的就是反手的拉球 那么我们像比如说 先学这个我们先学这个向两边发力的 这个比较简单一点 右脚支撑右脚一定要撑住地向两边发力 就像我们拿着一张纸向两边撕 这种感觉撕出来 你看再来撕 撕出来的时候我们身体重心不要往后仰 我们撕出来的时候是这样子撕的 这样子撕两边发力 起来 这个拍面的话就是手腕里面往里面扣 就撕出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隐私的 蹭 对 蹭 两边一起发力 你在学不会的情况下 你还没学 就是在刚刚初学反手的时候 一定是这边也发力 这边也发力 两边蹭 蹭就出来了 这样子通常会比较稳 大家要注意不要这样子蹭 动作不能太大 动作小点 蹭出来 蹭出来 注意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说 不管是怎么拉 我们的重心 我们的发力点 一定是在右脚 不能在左脚 不能在左脚 这样子发 这样子发力的话 它不实 这边脚蹭住地就实 走 两边 这种感觉出来 你看 好 好 蹭出来 这是个反手的这种拉法 另外一种反手拉法 有一种拉法是转腰的一点的 腰转一点的 这种拉法的话 要把拍子先拉到这边 不是在这里起 在这边起 这边起有个难度是什么 刚初学的话 它不容易掌握重心 所以说 当你学会这种拉法以后 碰到这边这样子的球 你再学这种拉法 它就比较容易了 所以说 比如说我们的球 在这个位置 也是 这样子也是可以拉的 两边可以发力 这个球在这里 也是这样子可以拉的 注意一个的话 就是重心不往后仰 这个腹部要往前顶 右脚要蹬地 这几个都要注意的